最近對青龍珠的所有的景品都已經有點厭倦跟無力感 因為後續出的 前期出的有一段品質上的差距 那並不是說他的做工不好 是塗裝的問題 那就覺得是不是有點想要 退青龍珠這個坑 那想一想還是暫時找一些自己開心的東西來玩 那無意中就發現了這一盒 其實這一盒也是出了不久 軟膠 軟膠我自己其實只有收過青龍珠非常早期的這種軟膠後續都沒買 那這一個蠟筆小新的軟膠 日版 我自己相當喜歡的一個IP的人物角色 而且是動感超人 那前面由於會反光 我就整個正面擺過來 我直接來把它拆封 我直接來把它拆封 它連這一個也都有保護到 它連這一個也都有保護到 好久好久都沒有買過任何的軟膠 野原新之助 小新 動感超人裝 它其實是有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是 把它的這個面具帶起來 就是畫面這樣 但我自己個人比較喜歡 它把面具卸下來 然後露出整個小新的臉 我許久沒買軟膠 我個人覺得軟膠的 塗裝 軟膠技術當然現在來說 是非常相對的無敵成熟之外 塗裝 倒是 軟膠的一個 非常大的優勢 可以看到軟膠 不論從眉毛 整個 臉部的塗裝來說的話 算是 非常的細 然後這種膚色是這種柔和的 這種顏色一直延續到耳朵 然後整顆 頭 黑色 然後耳朵 整個呈現這種漫畫版本 動感超人的配色 相當的繽紛 也是我喜歡 這一支主要的原因 因為看著看著你心情就會很好 不論是 紅 藍 綠 的搭配 甚至腰間的這個A 還有 動感超人面具的黃色 這樣整個搭下來 絲毫沒有一絲絲的違和感 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我不知道軟膠的頭可不可以動 對他的頭是可以動 只是可能新的 會比較緊一點 這邊 這邊的手也是 可動性也是有 這一支 這支應該就是死的 整個頭盔的部分 我自己也覺得蠻好看 整身 看的就是 非常的療癒 側邊 後面 尤其這種蠻頭 蠻頭人 的這個頭部 絕對是 一大亮點 所以我 自己 是非常喜歡 小心把 他的頭 外露出來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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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雖然軟膠他的 這個塗裝 橙色也是單一的顏色 但是 我自己覺得 大筆小鷹這一種 非常 原始的這種漫畫 走向這種可愛 跟平時的風格 非常適用於 這種軟膠身上 剛好 這一種單一色調的橙色 然後 繽紛的樣子 那使得視覺上的效果 會覺得 其實跟 動畫版的 小鷹是一模一樣的感覺 因為動畫版的小鷹 他也沒有走一個 非常多的塗裝 他主動是在 人物本身 跟劇情的設定 那這一隻 我自己是 相當相當的喜歡 而且 其實Size還蠻大一隻的 看著看著心情就會好得許多 那希望 自己的熱情 可以繼續保持下去 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earn&Peace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